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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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局应该尽量先升一级Q技能来增加自己的机动性 往后W技能呢 由于能够大幅提升攻击力又能格挡普通攻击 所以是前期对线的神技与英主生 E技能后期作用明显 最后不满 初装雾屑 出门装 一鞋三要 前期装 波兰之刃 残暴之力 进食 草鞋 残暴之力提供的攻击力 雾穿以及冷却脱节 非常适合剑机这样的刺客型上单 小冰锤撑鞋的同时又能提供减速效果非常好用 成型装 忍者鞋或者水银鞋 幽梦之灵 冰霜之锤 幽梦之灵带来的攻速和移动速度加成 能够让剑机更加容易贴近对方的AD进行输出 而大冰锤能够彻底粘住你的敌人 这等于变相提高了自身的追杀能力 神装 冰霜之锤 银血剑 轻语 蓝盾之兆 大一魔刀 水银鞋 最后来看一看符文和天赋剑影 符文方面 红色和紫色选择固定攻击 黄色和蓝色选择固定双抗 15攻击 黄蓝双抗是物理上弹的标配 再配合剑机的W就能在前期对线拥有一个相当恐怖的攻击力数值 天赋剑影 21 8 1 这里按照常规方法点出21点攻击天赋 防御方面点出双抗和减伤 这也是方便大家在线上进行对拼 至于通用 点出召唤时的感悟 用来减少闪现的CD即可 在以上配置之下 我们就可以总结剑机的大致玩法 释法技巧 首先Q技能可以利用位移效果和能够两次使用的特性 灵活利用酱油单位来当做跳板 比如Q小兵再Q英雄的这种二段冲刺 就是最常用的切入手法 W技能在对线里头主要看反应速度 这里没有太多技巧可以讲 然后贴身单挑互相拼命时随便开开就好 反正横竖呢都能反弹出去 最后剑机释放大招时是无法被选中的 可以利用这种特点去实现塔下的强杀 但是也有情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技能的施法距离实在是太小了 好的再来说对线思路 5级前尽量稳定发育 在5级之后就可以果断上前进行对拼 这个时候W技能呢最好是留下来用来格挡对手的特殊攻击 比如接下来这一局洛格萨斯之手开W之后的那一级普攻 而如果是没有这种强化技能的对手 那无脑开W即可 只要每次都能格挡掉一次普攻 然后反弹出伤害 这一加一减 再配合上剑机前期高到离谱的攻击力 那对线一般都能压制 唯独只是每次回家的时候 建议大家不要忘记买野 因为害怕Gank就是剑机最大的弱点 团战思路 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 那就是击杀对方的ADC 这里应该尽量避免自己主动开团 而是等到团战开始之后 找位置或是开幽梦接近对方的ADC 切入之后技能全开 照着对方ADC的脸猛揍 本身就高伤害 再配合大招无敌的特点 对方往往为了救大哥 其他英雄把技能和输出全部都浪费给剑机 然而剑机空血和满血其实毫无差别 只要最后死先开一个无敌斩即可 这样团战的结果 一般都是剑机吸收完所有伤害 然后还自己单枪匹马一个人打爆了ADC 简单的讲就是一换一的同时 还常常能骗掉其他四个人的技能 好了 基本配置和大致玩法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像剑机这种无脑途径的上单刺客 我们认为战争之王潘森 他的Q技能因为无法被剑机W技能所格挡 而潘森的被动自身也带有格挡效果 这样切上对拼本身就毫无优势 再加上一旦残血 对面还必定暴击的属性 更是让剑机雪上加霜 另外雪人骑士努努的雪球减速 能够很好的限制剑机的走位 而大招的高减速也能帮助敌方ATC 争取输出空间 从而风筝死剑机 合得来的队友 堕落天使的魔免盾 和大招的混战弹库都能高效侧应剑机 实知犹如一把无法阻挡的利剑直插对方的心脏 另外永恒梦魇的大招则是可以跟剑机无为极角之势 配合剑机突进对方的ATC 这种团战打法能够彻底封杀敌人的输出 至于儿子 诺克萨斯之手的技能几乎完全被剑机克制 被动回血能够有效弥补德莱厄斯的流血伤害 这样对平本来就不虚 而一旦格挡掉W技能 对面就更加难玩 最后试图翻盘的德莱厄斯终于艰辛固达了6级 正想靠大招的真实伤害来反杀 然而却往往因为无法选定无敌的剑机 寒坑而终 这就是人生啊 另外虚空行者 这种自身非常灵活但是身板较脆 同时兑现还很弱的英雄 面对无双剑机大招的高伤害 和无视布林克的跟踪效果 一般10局有9局要从对线彻底绷到团战 好的 给大家带来无双剑机 菲欧娜 实战的讲解 满三刀 无双剑 这两个是一对 那艾希怎么办 这是称号上的一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但是 这个英雄 可以在1900的分段试一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儿子 诺克萨斯之手 其实是挺容易出现 有很高几率会出现的一个上代英雄 所以今天特意 一看到对面选了这个 就二话不说 今天来针对一下 这场是1900 多少分的一个单排 然后 其实没有跟九娘组队 对 这个是九娘本人 然后 不小心匹配到了他 我感觉这场有点难 诶 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九娘有点难 是这样吗 看我上单打爆我的儿子 这话说 为什么 他会 是他的 爸爸呢 因为诺克萨斯之手是一个 非常强调线上的一个对拼和 一个无限滚雪球的英雄嘛 对 而见机这个 你主加W的话 你自己攻击特别高 在线上对拼的时候 不一定谁吃亏 另外就是 对方很多的这个伤害 其实是从W打出来的 只要你能成功的格挡掉他的W那一下普通伤害 往往他是打不过你的 就是大家都到六之后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 弹头台没有无双剑击的这个 华尔兹 力剑华尔兹 来得给力 我说放我就放到你脸上去了 他说放还要看血量 还要贴在我脸上 这个不一样 这也是考虑到这场比赛 对面打野的英雄是盲僧 所以上来先在自己的F4这儿 让九娘插了个眼 不说呢我还一直在这肉体当 进这个三角草的之前也是绕了两下 一级直接主升 一级直接就加W 这样的话 线上你一级见面的时候攻击力就比较高 同时呢 对面要跟你耗的时候 你有机会开W抵抗掉他的那一下普攻 嗯 捕刀也比较顺手 果然 拼了一下 果然我们看到有W的存在 你的消耗的血量是比他会低一点的 现在还好 现在 持平 往后走 越往后走这个 他的W等级越高 我就越能体现出优势 但现在这个线上队总感觉 他这3D血好像很疼那样的 哇 这边可以来尝试一下 勾引一下 因为我们的 诶 魔头没来吗 我们的打也是在上路 你可以发信号 他可能要打完红buff再过来 没有红buff他也不好黏人吗 线上打这个 诺格萨斯之手 只能说是尽量用自己的W 看到对方身上 有特效产生的时候呢 就开W挡掉他的那个 特殊的功效 好的 已经过来了 那我逐渐的可以走上来开始 稍微勾引一下 但是对方小兵实在是有点多 一边开了急跑 一边还最后转了我一下 同时发现盲僧也已经到位了 这波刚才只能是猪疤呀 但是 兵有点多 对面拿一个 拿一个这个 急跑换了我一个点燃 我觉得我比较亏 因为我没有杀他的 这个筹码 他只是没有逃跑的筹码 吓得好像是打了起来 残血 交闪线 交闪线跑掉了 你冷静一点了 不要用力 有点亏这个箭上 赶紧让我回程 回程够的 哎 这不好吧 冷静啊 这不好吧 一血要陈生了 我觉得我已经跑不掉了 拼了 关键是没有 没拼死点燃用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有一个点燃的话 我有点燃的话对面就 就至少一换一嘛 呃 盲僧一直照顾上路 我就只 希望于 边路能发育的好一点 因为上路往后走 其实还是能打回来 对 不过当时是有盲僧的存在 你确定换得掉吗 有机会 只能说有机会 有机会 因为往后走 我已经中了 他那个盲僧的一个异技能 我已经中了 然后当时我的那个位置 是被塔卡在最上方的 连Q的 我觉得是百分之一的几率 能够躲掉 很难躲 总是当时就觉得 是不是尽量去换一换 利用我本身攻击高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但是还是失败了 点燃用的太早 线上的话 我觉得没有过多的一个好说 就是利用自己的W技能 和前期攻击比较高的 这样一个特点呢 跟对方来进行换血 当然也是要注意一下 敌我双方的一个干个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 剑姬这个英雄 还是在团战的一个定位上头 要发挥出自己的功效 对 由于他的大招和一个Q的二段 切ADC APC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能 这个 剑姬的一个特殊之处在哪呢 首先肯定是有一个二段的突进 这个甚至于比刀锋还来的好 他这里是想干什么呀 来来来等魔腾到位 还要跟我来 他应该有眼吧 他是走来走去的就挺烦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的狐狸也已经到位了 这一波他是妥妥的要死了 我将带头冲锋 好 要死 还要给我打 反正我已经开W 挡了他那一下 这边是莫根纳过来了 我应该是 闪现 他居然是闪现交了一个W 但是只烫到了我一下 还好 如果再烫第二下你就死了 对对对 怎么说呢 这一下我觉得是相对打得激性的一点点 其实你不用上去 跟诺克萨斯打的话 他也是死定了 那也不是那么说 如果延迟的再长一点的话 莫根纳下来了 对吧 他赶在这个诺克萨斯之手阵亡之前 到场就不好说了 再一个就是 剑击他这个拼残局的能力啊 你看他的这个被动加的攻击 以及 我当时倒是W技能引用掉 挡了一下普攻 另外就是他这个被动的一个回血 在你达到四层之后 其实是很恐怖的 拼残局千万不要去 能够跟他在后期拼残局的英雄 没有 就他 就是残局能力来说 蛮枉色的 不好说 我觉得剑击真是一个拼残局很凶的一个英雄 就是他除了有二段冲刺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无敌斩的这个就是大招 这个利剑华尔兹的存在 使得让他去切ADC的时候 一般上单英雄去切ADC 如果有人帮忙吧 把这个上单英雄打成空血 他就得退或者他就会死 而对剑击来说不是这样 你把我打到空血 还是不把我打到空血 对我来说没有太多区别 我都要切你 我没血了我就放一个无敌斩 就杀了你们 这一点就极容易导致就是 要么ADC对方的这个被我切的这个AD英雄呢 他的队友无法实质上的照顾他 要么就得非得逼他们交出一个ADC的同时 还要浪费很多的技能和火力在我身上 这一点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所以打团的时候一定是想办法切对方的AD 切AP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其实同样作为一个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 蛮三刀无双剑 然后他跟蛮王匹的优势来说都有什么 他不一样就在于这个地方 刚刚你可以看到 德莱厄斯已经是先使用了一次Q技能 所以我也是上去就交了一个点燃 直接打掉了他60%的血量 接下来他如果再过来的话 大招就可以带走他了 但他明明知道你6技了他还敢这样上 他现在倒是小兵确实是比较多 我就先忍让他一下 对不对 一技能不好使 他一直想用Q来耗我的血 但是自己已经吸收到了一些伤害 还有一下 刚刚因为他身上在我身上打出了血滴子 血滴子不是长那样的 他再上来 来就是这一下 再一个大 再一个冲刺 普攻冲刺 普攻这两套 大家要闲手的利用 因为你这个E技能 反正是有攻速可以加的 所以是有机会就直接A 没机会你可以先Q一下A一下 再Q一下A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输出其实是打到最大的伤害的 中途也不要忘记用自己的W技能来挡对方的普攻 最后就是算好伤害 完全可以收割的时候 再用大招 华丽的将其收割 说他跟蛮王和等等各种各样充脸 半肉上单之间的区别就是我不是半肉 我是纯输出 当然我也会出一些半肉的装备 就是为了让我跟他单挑的时候 能有更好的输出环境 比如说我会出蓝盾 比如说我会出磨矿鞋 这个都是防止这个控制 以及防止这个AD打我的时候他能减速 这边是想过来抓蓝buff 你们打得过吗 我觉得3v3应该有戏吧 尝试一下 视野断挡 这边我们试一试 我觉得在这个点位 诶一个Q 被我闪现直接是躲掉 但是你要死 对方的大招只大中了我一个人 但是 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大招 这一波正好是我们所有人没有大招 打在对方所有人都有大招的一个点上 可能还是我 嗯 过于鲁莽 没有想到太多 脑子一热我就上了 嗯 但这样的话是打了个一块二 你们亏了 确实是 队友也说 你不看绿莲的吗 我 当时 享受在那种 刀方 这叫什么 刀光剑影之间 哦 唉 请大家原谅我 嗯 你看看那个刀锋 这个 剑击 左下角剑击 那个匹饰的隐身 嗯 他真是在匹饰我 不管怎么样上单 现在肯定是有优势的 嗯 没关系 对面都没有大招了嘛 线上再单杀他一次 可以看得到 确实 对诺格萨斯之手 这样一个英雄就是 你 怎么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这个英雄就是 你跟他打一个平手 他就打不过你 因为他没有突进 然后他团战中 都是一个 特别是他的那个爆发 虽然很高啊 但是他要 能把你杀掉的时候 才 就是输出要足够的时候 他才真叫有爆发 这往往就是 德莱厄斯哪怕 或者说是 他线上哪怕只是 跟你打一个军事局 也容易 团战里头 酱油化的一个原因所在 嗯 我只要稍微压制你一点点 不说真的把你打崩吗 对吧 优雅 你看这一仗 我觉得这场其实已经是 明显是一个压制性的结果 我跟他 互相 这样拼 在我 撑了40点攻击之后 这个感觉 哪怕是五滴血弟子 在我身上好 我已经可以带走他了 先拼一轮 等第二轮技能CD 因为德莱厄斯 你想 世界上会有德莱厄斯 选出来只在塔下混经验的吗 没有 你这个还算心理是吧 德莱厄斯选出来 肯定就是要跟人刚的嘛 刚不出结果 他就要跪 嗯 而剑机刚刚好能够克制这一点 你就是说这个剑机 其实是专门为了针对他而存在的吗 如果不是这一点的话 我想我在 1900分的 我是拿 不敢拿这个英雄 他事实上团战还是 就是 你怎么想呢 我的定位就是永远是一个 互换后排的存在 那如果互换后排之后 我的AD 和我的APC 还是打不出对方的前排怎么办 会有这样的存在 对不对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 熔突率特别高的英雄 嗯 不过趁这一次 是可以消耗一下塔的血量 嗯 嗯 现在人头是6比8 你们稍微有点劣势 因为盲僧前期的干渴 还是确实带来一些效果 对 盲僧走哪死哪 哇 他开机跑了 看到盲僧 背后还有个盲僧 我这里肯定是躲不掉了 但我觉得你说要我能杀人吧 也难 那我作为一个打野出战的上单选手 我告诉你现在我能干什么 就是蒙点小龙的信号 没错 嗯 不要以为两个人还召唤师技能 真的这个时候来反杀我一次就特别的赚 我觉得我能接受 是因为这个时候小龙刚好刷了 而打野和上单都在上路的情况下 如果你们去下路是会形成一个以夺打扫 强拿小龙的局面 是 任何时候 这个尤其是打野的英雄达到六级之后 有大招之后啊 这个上单和打野两个人一起来击杀上路的英雄 这个时候就是另一方打野带领着中路和下路队友 拿小龙的一个最好的实际 嗯 另外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在频繁的被针对之后 我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装路线 我没有着急立刻出这个二速鞋 或者说是往这个应该说是幽梦去走 而是先出了一个龟壳 这个龟壳也是撑血而不是撑护甲 也是因为德莱厄斯嘛 他是大招是一个真实伤害 基本上我每一个点都是针对上单这个英雄来的 但这只是暂时的 因为往后我真正要针对的人 是对方的依赌瑞尔 哦 这也是禁忌他这个存在的一个价值所在吗 对 在自己兑现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儿子 打出属于自己的优势 同时 嗯 在装备起来的情况下 在后期团战的时候 是尽量切对面的后排 嗯 无论是ADC或者APC 尽量切AD 因为 对尽量AD AP的时候你有时候切它 它死前交一波技能 它还是能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这不一样 对 你如果是切AD从头到尾 它就是没有输出的环境 顶多勉强打你几下 然后把我打到空穴 发现是白打 我还有一个大招 这一点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说剑技的这个思路 或者说它团战定位很单一 但正因为单一 所以你就更加容易打 这个地方我是一如既往的要在 塔下 对 没有在塔下 我是稍微跟它 诶 这个地方我的眼位 你可以看到因为是插在三角草 所以 太过于激进了 插在三角草 所以说没有能看得到莫格纳过来游走 嗯 但其实按照我们这个教学大拳的一些思路来说的话 对面的 无论是PC或者是ADC或者是上单 看到你这样的选手 觉得你一定是个很耿直的选手 是吗 值得干克 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那就来干克呗 对不对 我上单 已经把德莱厄斯压成这样了 行吧 先不说 来看一下 这波狐狸应该说是利用自己的闪现 加上 各种技能 大招 是封锁掉了Israel的后路 最后还是塔下直接用一个Q技能 虽然说是吃了一剂 石头 那个机器人的虚弱 我觉得如果我是石头那个机器人的话 不会放 为什么老说他是石头人呢 我就会省着这个技能 对啊 肯定不会放 另外要提的一点就是 九娘那个憨憨的走位有没有 卖萌嘛 但其实在这里是跟大家说起来 在你必死的情况下 就不要教自己的召唤师技能 是 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大招 也不要教 他那么多血你也肯定留不下 不可能把他留在塔下 能够做点什么 对 因为这个技能 这个技巧在一个新手里面是比较常见 因为看到我快死了 我就拼命的对你放技能 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 理智一点 此前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对不对 如果是真的是心存仇恨 在你复活之后再对他好好下手 上路的话 对面打野和中单一直不停的往上路来 有没有 刚刚我都怀疑他直接是传到上路 这个河道眼的这个地方过来的 也有可能 有所怀疑 不管吧 那这样的话我也是 出门之前已经是召唤自己的队友 打野队友 来上路先把这个 上路一塔给推掉 这样的话 其实我就能更方便的出去打团战 上路1v1虽然能够形成压制 但是似乎 整体人头我们已经落后了 而且我对单哪怕能打出优势 在现在这个阶段 上单英雄就是最难单杀的那个 只要他不想死 他通常是不会死 来吧 先把这个塔给推掉 对 墙顶 要来 好 开几跑了 我觉得就算了 算了吧 应该会有人来吃 他开了几跑就算了 马上就好 动不动拆他一个塔 还弄掉他一个召唤师技能 对不对 关键是不知道 莫甘娜这个时候有没有传送 所以我们绝对是不能冲得再太凶 嗯 往这边来了 不过也不用蹲 他应该不会上的 他现在我要是他都好 我就直接回去了 也懒得杀他 莫甘娜倒是还好 是吧 我反正也没有控制 就是往他脸上打来打去 我也没有魔法的伤害 嗯 他那个盾对我来说形同虚设 来 Q他的脸上 反倒是自己中了一个Q技能 中了一个Q 他的盾消失之后 算 我这个状态不好 万一吃个大招我还要挂 你们两个 因为 一个点燃加上一个这个 大招 对 再配合Q 再配合W 是很容易把你们两个带 把贫血的你带走 他可能还好 哦 嗯 九娘这个地方 走位还 神控鞋有没有 哎那里有个眼已经是被传送了 我说为什么突然看见了一个眼 原来是因为 传送了过来 狐狸这个地方应该是已经交过了大招 走位不停的绕了绕去 但是被五个人这样包夹 就没没意思 这就是没意思 围杀吧 围杀 确实是围杀 实质围杀 连走都走不出去 没办法 地形还故意隔了一下 那其实我们也是看一下 刚才这个 索拉卡 也是想到说 有狐狸来了 故意让他拉 所以想要在这个团战 牺牲他自己 九娘什么的就别管了 这个地方他们还想要过来收蓝buff 真是 欺负人 哎呀 好的 刚刚好带走了 太棒了 这个也要死 残局能力可以看得到 如果没有人管我的时候 我主加W技能 200出头的攻击力 然后又有两段的冲刺 一技能又能加速不停的追着人砍 这就是剑技打残局 我就说他特别厉害嘛 对吧 而且你打他好像也不对 你把技能都浪费在身上的死前放过他 嗯 还有点就是你把技能都放在他身上的话 你们这边的APC和ADC就很开心 对啊 没人切他们他们可以无限输出 是的 所以关键只需要解决这个 剑机主要是线上的一个问题 你说他难混吧 他好像打有些英雄又 好像还挺厉害的样子 但这也不是一个常态 嗯 你说如果他对对什么英雄会比较弱实 潘森 船长 就是你的格挡其实就行动虚实了 你主家这个技能 没有 就就跟没差一样 他经常是来Q你 就是他的Q技能这种带普攻属性的 这种技能会频繁的 CD又快嘛 不停的往你脸上扔 事实上 你就无法展现出跟他对拼的一个实力 嗯 我倒是不知道 而且 你不加W的话 加什么技能能跟他们打 也想不清楚 嗯 剑基是一个只有攻击没有防御的存在 你没有发现吗 除了大招是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无敌时间 无敌 对 攻击应该说是攻击目标短暂的消失 嗯 还有他的W能够稍微抵挡一次伤害 是 所以我就说嘛 面对那种你的W不能抵挡 他主要手段经常是你不能抵挡的那种人 包括像凯南这种 真是特别的不好玩 嗯 但我们看一下他的装备其实没有多少 可他的攻击力却很高 嗯 其实 算算这加多少 对吧 30点攻击 然后25的进食 也就加了55点左右 但事实上 算上天赋什么的 等于我基础攻击力其实是有134 W技能 主加之后 在10级到15级之间这段时间 你会发现你的输出 别人管你吧 你的输出也很高 别人要是不管你 你眼睛高的都不敢看 嗯 互相拆了一发真眼 哦 这边被勾了过去 但是狐狸在旁边 反头一波伤害 反而是打残了两个人 哦 可以过来收割 我就一直往前了 你说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在过来的路上先去A一下小兵这样的话 其实是能混到一个加速的 嗯 也是没有想那么多 一心是哪怕是胶闪线也要带走这个UDR 你现在目标是锁定谁 3个人 我一个Q 好 两段突进 brick 两段突进往往就是让我对单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是很难 我是一个很难被封城的英雄 由于自身技能存在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他的一个AD加成是非常的可怕的 这样的话 他在后期切后排的能力也是非常可观 就是我切到你 你要么你就来控我 你要不控我的话 你们的输出就会被我打得很惨 点燃我已经上了 弄死他 但是 你去个大招 早不开晚不开 这个大招就有点卖萌的意思了 行吧 对面那个有点燃 我觉得他只要 魔腾只要冲过去 什么都不用看 就冲过去 用脸看他一下 哎呀 你看这个输出 对呀 太可怕了 这输出 他是先手被Q的 两秒钟之内就是 A一下Q一下 A一下Q一下 A一下 对 这还是个打野 如果这是个辅助就已经死了 大师辅助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 关键是你甩不开这个人 这一点很关键 两段的一个切入 我抗刀 也是前头也是说过 要把自己的这个 其实不一定是说撑双抗吧 就是让自己多一个 或者说是让自己晚一点到达残血 给自己更好的一个放大的时机 另外这个幽梦 幽梦之灵依然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装备 因为这件装备不仅能提升你穿甲呀 和一定的攻击力 另一方面 它这个主动开启的时候的一个加速 会让你更好的找到切对方AD的一个位置 你看这个地方 我只找他 A一下Q一下 A一下Q一下 上点燃大招 好的 我非常感谢这个 他是一过来的还是闪过来的 我 他是一过来的 一过来的 反正就是我非常谢谢他这样过来 然后 机器人的闪现拉已经交空了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就不如冲过来拼一波残局 队友只要技能跟上 怎么搞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可以考虑打的不用那么激进一点 因为我切了对方的AD之后 你想我的战略目的是完全打冲的 如果我还能吸收一定的伤害 为队友打出一个以我半个废人的状态 换对方一到两个 哪怕是换一个这个辅助 加一个打野 或者加一个上单 都是很赚的事情 对 只可惜刚刚 可能又是因为我没有看队友的蓝量什么的 这已经是我的一个老毛病 沉浸在自己的刀光火石之间 是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孟一燕的一个QQI了之后 导致他送掉了一条命 如果他没有QI的话 可能在那个位置就已经收掉了 还可以朝自己的下路逃走 还好吧 我们还是集中 应该要集中讲解尖机 但是似乎这个英雄讲清楚思路之后 也没有太多好说的一些细节 你发现开W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不能真的是像对线期那样 双眼一直盯着对面有没有开什么W这样特殊的技能来放 真正是在打团战的时候 你只要贴在对方ADC的脸上 你试时候就开一下 挡他一下试一下 这个大家其实也不用有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讲究 让大家就是让自己格挡出来 少一点点伤害 同时反弹他一定的伤害 这就是 两弹冲刺真是好用 再回事拿一个红buff 中路是盲森一个人吗 经常这样 就是把你的位置打得很清楚之后呢 集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对面一旦打团战 永远都是四打五 嗯 整体的说应该是四打四 因为我也不能散个人吧 我散半个好吧 4V4.5 对方的ADC从来都不能散人 他是找不到 任何时候都找不到输出位置 好 继续往前看看怎么样 我被勾了进来 开了 那你可以去输出 我觉得可以在塔下直接用无地斩 开大 上点燃 这个人是必死了 还有一个 直接先是隔断他们的那一个莫甘娜 这样的话我只要在塔下能杀一个友宝 哎呀 我是非常想在塔下击杀一个友宝室的 哪怕是一个辅助 哎 这个冲刺非常有意思 如果说他身上最后还能留一个闪现就更棒 嗯 非常可惜 但是也已经很棒 我的蓝盾已经离得不远了 还差三百来块 这一波真是打得荡气回场 诺格萨斯在塔下 对吧 还是被你抢杀 没有办法 没有退路的情况下 一记断头台 还砍在我的铜头铁壁之上 听了一声 当 我的队友说 微疼啊 得了吧 刚刚其实他们在我们的后排打的就只有他们的一个莫甘娜而已 嗯 哦 还有一个伊塔 也就是说其实建议他的大还是一个冲对面阵型的一个效果 嗯 你有没有觉得 是 就是你带了个真士 这个真士全是为了九娘二买的 九娘 有点 有点虚 在打这个打野的队友说 谁带个四百的情况下 看在他 特别是帮我推过这个上路的伊塔 把我解放出来打团战 我就直接帮他和九娘买一个 反正少这一个蓝盾目前来说呢 不一 是不会影响我太多这个团战的思路的 嗯 27分钟 EZ在两三次团战都被我这样针对的情况下 他是没有什么输 就是没有打出太多钱来的 嗯 还有点是在于 嗯 当对面的ADC和APC被你切的时候 确实很没有办法 是 而且我不切APC 我切他 他还是放一个大招嘛 嗯 我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 嗯 我想我切你 你就真的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对 你像切 你如果是一先手先切了EZ之后 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站在那输出 而且别人如果真的就是他的队友 反过头来 来管伊特瑞尔 来帮他来打我的话 这其实反而是我更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 我临死之前放一个大招 然后你们所有的技能都浪费在一个 能无敌的人身上 嗯 我真是笑了 这段时间 你想我的后排能进行多少的输出 关键这一场 我觉得我的队友也不错 是另一个能够冲对方ADC脸的存在 你想我们是多少段冲刺啊 嗯 磨腾一个极远距离的大招冲脸 然后我两段冲 最后还有一个 大招 力剑滑 台湾人打这个游戏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名字喊出来 啊 破甲剑 狐狸先生 狐狸冲过去的时候直接被勾掉了 先不管吧 我还是永远是找这个ADC的位置 好的 魔腾跟我一起来 切得非常好 对方 互换后排 这是我们希望 特别希望看到的一点 也是每一个剑机需要做的 就是剩下的嘛 我就站在这打 我每一点残余的输出 逃命什么的 你可以看到一个剑机 你应该做的就是第一 切死对方的ADC 让他没有任何输出弓箭的同时 要切死他 另一点就是 切死他之后呢 我能再输出一点 我就输出一点 我活下来有什么用呢 嗯 他已经死了 你已经赚了 对 因为我逃生之后 反正我有 我也不能再为团战做任何共享 我其实就是个零 对吧 那我死在这 当然说 刚刚我可能亏了一个真实 但正常这个真实 是不会是让剑机来带的 我们教学 为了体现这个正确的一个 打法和思路的话 我只能是这样来做 虽然是有点亏 就正常情况下 你切死完AD之后 我建议大家 建议每一个剑机 就是你 能进行最后的一丁 一丁点输出 哪怕只是打掉 一个辅助的半条血 或者说打掉一个 刚刚其实是打掉了 ABC很多血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其实 剑机它在团战当中 一个作用就是 切后排 然后让对面的ADC 是没办法进行一个 非常舒服的输出 ADC的作用 在剑机面前 永远都是为零的 还有另外一个法师 我觉得就是 另外一个法师是 剑机可以暂时忽略 这个ADC去切的一个人 你知道谁吗 谁 是卡萨丁 除非那个卡萨丁出中药 不然的话 他的这个大招 闪烁什么的 对我来说形同虚设 本身 这个卡萨丁 现在大招闪烁的 这个时间 冷却时间就比较长了 已经增加了一秒 那建立在我一个 我不管你往哪闪 我反正大招 贴到你脸上之后 你往哪闪 我都是跟着你的 这就更爽 还有点 我还有个二段的突兼 对 我反正就是不停的 贴在你的脸上 而且它又没有控制 它顶多就是一个沉默 一个减速 但是对于物理攻击的 我来说 对 沉默没有用 我都不是说 要放技能打理 我也没有什么控制 这种就贴在你的面 A呀 非常爽 刚才那几波团战 能够打赢 一方面是跟剑机 就是切对面的ADC有关 另外一方面 在你切对面ADC的时候 让你们这边的ADC 输出很嗨 你知道这有一个 隐性的关键是什么 是我线上 没有把对方的 上代英雄养肥 造成了一个 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我要赶对方的 或者直接切死 对方的后排英雄 这只是其中之一 互换后排 第二点就是 互换后排之后 我们要真的能打赢 你想如果是一个 我上代我没有打过的英雄 是一个凯南呀 他开着大刀冲过去 或者是一个装备 很好的刺客型的潘森 这样的话 互换后排 我们反而还不一定打得过 这两点都很重要 好 在这个时间段 大龙这边要有一些纠葛 我还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绕吗 你要去切后排呀 所以我们看一下 剑机的走位 绕草丛 绕视野来切后排 对我打成什么样 ADC呢 ADC呢 他应该是从蓝buff那边 绕过去了 那没有关系 他就要死 你看他根本就不敢上前输出 等他上前输出 我先 我这个只是 走位只是为了拖一下 这个莫加纳的大招 然后现在 我就直接在这个人堆当中 开一个大 但这个地方 我有一点做的不好 就是我的大招 应该是往 伊斯瑞尔脸上做的 这也是希望 玩戒机的朋友们 能够注意 就是你大招 第一下选的目标是谁 你的最后一下 百分之百都在他身上 这是刚刚做的 不足的一点 让大家能够注意 因为刚刚人都挤在一群嘛 所以也是可能没有注意的太多 就是往这个最近的那一瞬间 就直接套上去了 希望能够赶紧把所有人都瞬间切死 但是伊斯瑞尔 因为有一个逃充技能 所以没有弹到他身上去 这其实是能够通过你第一发 控制你的目标来实现 希望其他的玩家能够以我为己 注意一下这个细节技巧 我刚刚打是不是连蓝顿都忘记开了 主要伊斯瑞尔 你发现打团战前一半 他根本都不敢露面 我就是绕半圈 就是专门从这个边去绕他一下 然后他绕到另外一边 然后我稍微躲了一下 莫干纳的这个团攻技能之后 又冲过去 二话不说 一个大招 很多时候现在你都不需要真的去切他 你就往他脸上 你站告诉他 我存在 他就怕 戳这个大石头怪的肚脐眼 看后面那个狐狸是不是这样笑出来 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 看这个菲娃娜鄙视的眼神 和各种各样的台词 刚刚 原来刚刚他们还没打龙 我就往这个地方看了一眼 来吧 好 他们的主要人群在这边 但是不一定你真的要把技能交在这边 为什么呢 还是等AGC 对 来 我还有蓝盾 找到了 往前走 开一下蓝盾 王草这边也没用 因为我几段图形 两段图形加一个 现在我的Q技能其实冷却还非常快 草丛里头用自己的大招 也是不管你视野丢还是不丢 反正就是往你脸上去 自动的一个跟踪 说起来其实挺无脑的 但是也要是看 其实我觉得像英雄里面很多英雄 看起来看似无脑 但他更考虑的是你在团阵的走位 跟一个切入 应该说是定位 对吧 对 就是手上的操作 其实在这个游戏里头 它是不如你们五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定位来的更重要 五个训练有素的人 或者思路清晰的人 远比五个看似操作高深的人来的厉害 一个例子 比如说电竞世界的反叛军 殴打我们主持人和小编组合 论牌位平均分 可能我们要高他们两到三百 每次都被打怕下 所以你是顺便给自己找了一个原因 你看我特别不爽 所以来抗塔 我要扛死在这个地方 索拉卡就不要奶我 奶我你是我儿子 好你奶我了 有娘你认了 这是你自找的 这还要打 还好是有一个中压 真的要打吗 我大招还 当时还没有冷却 你开灯就车好不好 还上 打得非常的凶 那我就找上单的这个老对手了 ADC我现在只要看他一眼 他就 我就顺太Q了他两次 他就死了 这不对啊 但你也要死 我要被四塔打死了 这是个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 你不要这样配音 那你告诉我 女性角色应该怎么样叫 我不知道 观众朋友应该听得到 是吗 反正打到现在 基本上这一局就已经成定式了 是的 没有办法 主要是他们团战 没得打 我们也是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无双剑技的使用方法 来 第一是 打团战的时候 就找对方的ADC 因为 为什么不找另外的Carrie英雄 是因为 你切他的时候 哪怕你能把他打死 他也有可能在死前放出一波技能 而只有AD这个英雄 你只要让他不能平A 或者让他平A 只能打你 利用你这个大招的存在 空血和满血同理 就是你空血跟满血是同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特点 让他们彻底废掉一个人 就是 其一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团战思路 其二就是要确保 你们互换后排之后 真的能打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只要做到这两点 这两点 这个折射到一场游戏里头去 就是很多点了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对线的时候 你不能让对方上单的特别肥 然后龙点这一块 你发现我被上路干渴的时候 我都是强调队友去拿龙 去提升他们的经济 包括自己 线上老师被针对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过 就是让队友过来 再把我把优势打回来 而是尽快的推掉这个伊塔之后 我就直接出去打团战 整体说来是提升自己后排 这个输出型队友的一个经济和装备 然后我们整体说来 就能在这个 互换后排的团战当中 打出应有的一个胜利 另外就是一些细节方面 像什么插后路啊 这些就要多打 包饺子 这个找ADC 等等这些 应该说就是 一个经验吧 应该要多练才能够出来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只要你清楚了自己的思路之后 我相信每一个 这个玩戒机的玩家 都能找到 自己的无双 剑宗之路 你练什么剑不好 对不对 你刀不练 枪不练 你要练剑 上剑不练 中剑不练 你要练下剑 哎呀我们就是 金剑不练 铜剑不练 你要练下 银剑 这个还能拨吗 还行了 对不对 这个似乎是被沉没之后 狐狸还是死掉了 你一阵阵阵 打团战人都不来 来了就要死 哎 打 剑机这一点很不好 太嚣张 打完之后他骂别人 畜生 畜生 进泉水我打死 我被打死 好吧 跟泉水做斗争 那好的 今天的教学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